透明大片窗户 花架上种了绿意盎然的植栽 设置在花园或住家外的小木屋 让人感觉温馨舒适 再往屋内看 大小约六平方公尺的空间里 摆放了一张办公桌 宁静的氛围能让工作效率瞬间提升不少 疫情之下 全球不少企业为了减少群聚 要求员工远居工作 但在家上班 往往会因为杂事而分心 无法集中精神处理工作上的事 荷兰有两位建筑设计师 为此特别设计了 独立于住家外的微型家庭办公室 建筑师表示 未来远居工作将成为一种趋势 看好微型木屋办公室 将改变各大企业的运作模式 目前德国第二大城汉堡某家企业 已定制了至少50个微型家庭办公室 供员工使用 另外小木屋除了可以当作 远居工作的办公室之外 也可作为民众 因为找不到房子 或无力负担房租的 另一种居住选择 庄社综合报道 多小木屋 感谢观看